记者杨正俊台中报道 87岁未姓老翁出车祸被送医却忙着找弹 子弹飞笔弹 夜姓时席远警赶回车祸现场 发现老翁自行车内菜篮内的鸡蛋全破 6颗 心想老翁一定会很失望 竟掏腰包买了3颗蛋混在破弹内 老翁看到还有蛋没破 竟然开怀大笑 忘了身上的疼痛 台中市一分局交通分队流姓警员 夜姓时席生9日上午伏被亲勤勿 接获通报是辅禄于康乐街口有交通事故 到场发现邻姓女驾驶自小客车直行 与左转卫姓老翁自行车发生碰撞 立即将老翁送医 并现场处理后 立即前往医院了解未老状况 初不了解未老是轻伤 手不包扎后在急诊室休息 看到警察却不断询问 我的鸡蛋呢 鸡蛋在哪里 夜员立即回到车祸现场 从老翁自行车篮子里找到装鸡蛋的袋子 但是全部蛋黄都流出来 夜生心想老翁看到蛋都破了一定很失望 自掏腰包顺路在超商买了三颗好蛋 混在破鸡蛋内 没想到老翁一看到还有蛋没破 在病床上是开怀大笑 完全忘了身上的疼痛 夜生向老翁说 自行车扣轮严重变形无法骑程 已经运回他的住处 为老说他是独具老人 平常吃得少 难得上市常买鸡蛋加菜 还好没有权撞破 浪费食物会遭天遣 我们下车扣轮严重变形